你 把人带上来 大哥 这个人 就是在靶场对我放暗枪的人 他说是受人知识 你辩一辩 是不是他 我 是 就是他 出十万大乡收买我 而杀你 你放屁 你这个小畜生 居然对你弟弟下手 祖母 这件事情一定是有误会 弟弟 一个外人的话也能相信 这一定是栽赃陷害 大哥 你还想抵赖 秦司令 我这个弟弟 因为一些事 一直对我有误会 还请秦司令明辨是非 还我一个清白 眼下这事确实有不少疑点 东风啊 你大伤出狱 先好好休息 这件事交给我吧 好 那就交给秦司令了 薛老夫人 我先告辞 好 萌萌 我们走 我不走 秦司令慢走 送秦司令 我的乖孙儿啊 你可算醒过来了 让奶奶看看收了门 还好 我这就让长马 给你煮碗参套 好好地补补元气啊 来 他说跟你关系非常 东风 你告诉他 你们俩到底有没有关系 没什么关系 听见了吗 以后 你离东风远一点 东风 我们去喝汤 去喝醉 他咋参套 哪啊 我最爱是 你 是 把我全部喝醉 不喝醉 我自己喝醉 要吃草 给你喝醉 那我们不喝醉 你想试试 我黑人 我已经一个人 怎么说 看你 dare 在情分上留了你一命 你怎么还有理 留在学家 愁眉报我不会走的 一枪崩瓏 愁就报了 一枪崩瓏 愁就报了 一枪崩瓏 愁就报了 我知道 是我的错 是我误会你了 开枪打中我的不是你 欠在我身体里那克子弹 不是那把手枪的 你被人利用了 我 我当时 但你当时 确实向我开枪了不是吗 对不起 金铃鱼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才记 怀疑 那枪指针 如今也算是彻彻底底看清了你 也看清了我们一文不值的感情 不须多虚 我只是 conform 我只是普通观众 不顾对 你自己就管理 我只能当个普通观众 去远离你的人生 杜鹃 其实我知道 季小姐心里是有你的 那 你真的要跟秦小姐成婚吗 要想揭开秦家深藏的秘密 就只有这个办法 东风对不起 一直以来是我误会你了 对你造成的伤害我无法弥补 看到你安然无恙 我就吃醋了 谢谢你提供的情报 人证物证都已经找到了 杜鹃 杜鹃 你可算醒了 几雷云呢 被我收压了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惦记他呀 子弹呢 什么子弹 打击我身体里那颗子弹 在这儿 你看看 这是他那把手下的子弹吗 子弹打击我身体的力道和方向都不对 是有人暗中放了黑枪 什么 是谁 我能猜到几分 这样 对外 你就说我昏迷了 看看那个大鱼 会不会自己升高 明白 那你可别忘了 你答应过我的条件 薛志涵 已经被秦司令抓走了 死不了 也会脱层皮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要把他抓到你这里来 他这么对你 你还想见他 薛志涵帮秦司令做了那么多事情 换条命应该不难 事到如今 要快就只能怪你们薛家当年自己造的孽 收养了他 又不好好对他 你他娘的好算计 老子差点上了你的道 你个小杂碎 我已经把最挣钱的生意交给你了 你竟然还惦记着独军的位子 你野心太大了 好 司令 看在我温宜卖兵这么多年的份上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闺女喜欢东风 可东风讨厌你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司令 我手里还有四百万的货 我可以把货和供货的名单全部交给你 求你留我一条命 好 但是你马上滚出江城 永远不要回来 永远不要回来 好 好 太太 是你啊 你来做什么 好几日没看见方怡太了 我来关心一下不行吗 你会有这么好心 是老太太让我来问的 她人呢 刚刚 刚刚还在呢 少糊弄我 昨日老太太受验我都没看见她 又出去鬼混了吧 你别胡说八道 潘儿 我知道你是在为你家主子打掩护 但堂堂削抚的姨太太一连失踪了好几日 可不是小事 万一遇到什么坏人 受到什么伤害 你担待得起吗 云姑娘 我真的不知道 太太已经五日未归了 从前她只是出去两三日 从来不会这么久的 她平日常去哪 星星夜总会 凤飞失踪 多半和薛志海有关 可薛志海现在已经被秦司令带走了 是两个人有了争执 薛志海已经将她灭狗 还是被藏在了后处 等一场雨淋湿着城市在某个黄昏 邂逅街角某个乡的人 在回忆转身 如果思念有声音 下一场雨期等天晴 如果烟花已随形 冷得就像冰 我不管你让我听见你回忆 是不是能和我一样坚定 让我苏醒望见那双眼睛 等待是热花煎饼我缺席 我已爱之明 不管你想着我靠近 不专心也一起客气 随随我别弃 保护四季遗憾 就不会眼光面落地 而你就像风起 我已爱之明 不管你不要再远离 洪水拔剑离 往后悔无期 没瞬息 而你像一片雨 若起也若离 你像一片雨 不过 declar转身 各位你还能和我一片上带 我毫不在这一片上带 你像一片上带 你像一片上带 EEE 我像一片上带 你们两片上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